我们可以看到民营党主义赖清德 现在抛出了沿用核电 台电前河安总机查 清大河公所的顾问就说了 其他国家从没听说 核废料不能够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他的核电被用说 那么呢 非核家园政策是不是法夹弯 国民党的立委文宏威就说了 赖清德老家 就是在核二厂的旁边 在这边就是万里了 所以呢 所在地万里 你要不要来向向心澄清一下 那么来承诺一下 核一核二的干事储存厂 是暂时存放核废料呢 40年之后可以移出 那么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侯友宜市长也说了 赞成用核电 但是核电要讲清楚 核安要顾好 也要告诉人民 不能够永远放在新北啊 那么行政院 甚至要总统出来说话 这就是新北市人的委屈 现在在这个核废料的问题 可以看到呢 是不是都是置之不理吗 那么现在在针对了 这个赖清德部分 民众党的立员党团 今天也召开了记者会 要盘点一下 耍赖语录 好我们可以看到 耍赖语录 有哪些呢 逃避监督 辜负选民 还有两岸的论述摇摆 好有哪些我们可以看到 指控民营党主义赖清德 宣布要来参选 2024以来 不仅是在统独啦 核能议题上 推翻了民进党过去的主张 甚至面对学生还失言了 包含了房价的问题 他说房价有在降 那么现在呢 也来避谈党内包含了诈骗啦 黑金等等 也被指引说 是不是立场反反复复 对国创毫无主政呢 所以民众党要求 要停止讲空话 要向民众来厘清 两岸的论述 同时要拿出实际的作为 好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 2015年 他拒绝入议会 导致上半岸死于登革日 2022年 海北失议掌求利益 社会回避 提问是两套标准 还有呢 说是这个落跑 说好 国大代表任期没有完 选台北 选台南立委 选当立委 再选市长 市长任期没有完 去当行政任长 割亏当一半 现在来选总统 那么两岸论述 赵班柯文哲的观点 但是民进党过去 是不断的抹红柯文哲啊 所以要请赖清德 讲清楚 这个民党两岸的路线 不要为了选票 继续的反反复复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根据在这个部分 美丽岛电报 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 好在民调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了 在这里 赖清德35.8 好 柯文哲呢 25.9 那么在侯友于18.3 现在在这个部分 撒卡都 这个美丽岛电报 董事长吴子佳就说了 赖清德真实度 一直停滞在 35到40之间 所以呢 这个其实让人担心 担心是什么 就是绿营内部呢 担心已经是出现了 天花板 那他就说了 如果说国民党中央 跟侯友于作对 两件事情 支持度有机会 能够回升 他说如果找到 对的方法 仍然可以重返 本来就会存在的数字 所以一旦国民党 决定进入选战 那么侯友于的支持 就会有快速的回升 那针对这样的民调呢 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所谓的换猴说 好 你可以看到 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说了 国民党已经正式 征担侯友于 所以并没有 换不换猴的问题 台北市院徐晓信也说了 侯友于不能够 怕政府要来对抗 并且勇于为人民来冒险 好 侯友于呢 日前就吐槽民进党了 说民进党在这个 2025非和家园 铁定跳票 但是民进党立委就辩称 说明年还没到 好 所以呢 当场又在节目上 跟蓝军大爆口角 而蔡政府又以绿能代替核能 甚至要在基隆外木山盖四街 这恐怕也破坏了海洋生态 甚至也会毁掉基隆港 现在基隆市长宣布 废止台电的开发执照 台湾会不会大缺电 侯友于吐槽民进党 2025非和家园根本做不到 蔡政府执政7年 绿能不到10% 想要达到20%铁定跳票 但民进党反抢时间 要还没到 荷兰军大爆口角 不承认非和家园会跳票 光电风力能撑起全台发电吗 侯友于再开炮 民进党想用天然气绿能替代核能 林佑昌甚至同意台电 在外木山盖四街站 中央还不准地方办公投 谢国梁宣布废止开发执照 地方更痛批 在基隆港港嘴盖四街天然气 接受战安全将拉紧爆 罔顾地方民意盖四街 绿能发电比例又做不到 民进党的非和家园背后 牺牲了民意 罔顾了航运安全 但绿能支票还是跳票 记者黄义均 王志恒 基隆台北采访报导 民进党总统参选 赖清德日前抛出了 最想跟刀骨要嘴 习近平共进晚餐 那么国民党总统参选 后遇大酸说 这是肉麻当有趣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 台北市議員连锈就指呼说 为了选票吃共产党的豆腐 那么对话沟通交流 这么严肃的事情 现在被亲民的语气带过 是另类的抗中反中操作 让人家感觉是绿共一家亲 事实上他是吃老共的豆腐 吃习近平的豆腐 他也知道 他拒绝承认九号公司 拒绝接受 这个所谓的 我们要的一中各比 这样子的话 他连对话的机制都没有 谈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可能跟你吃晚餐 他也知道是不可能 可是他刻意丢这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 绿营的侧意 就开始做文章了 说你看我们有善意 我们有这样的诚意 是他不要 他会把整个都推给他 所以他一直 这个都是另类的抗中反中的一个操作 只是他用另外一个看起来比较高明的手段 说我要跟他吃晚餐 他知道绝对不可能 所以只剩下吃共产党的豆腐 吃习近平的豆腐 就这样子而已 两岸的对话沟通交流 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 民进党过去执政七年半 在很大部分 包括在去年的选举 很多人民对于民进党执政的不信任 包括一个票选民进党 这个年轻人上了战场 如果民进党还用 赖清德还用这样子轻蔑的口气 包括不是很严肃看待 两岸交流对话的这种口气 来去谈要跟对岸的习主席 共进晚餐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国家 人民我们如何把这个国家 交给赖清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我们非常遗憾的是 赖清德用这样子的态度 去面对跟对岸主席沟通的机会 我们可以说 并且才能变得将会 出党的机会 这种口气 还有西部 林ák